花蓮光復香马太安部落 18号在大马活动中心 举行部落会议成立大会 希望未来透过部落会议 自主讨论部落发展 并决议部落事务 因此参与族人相当踊跃 为什么要召开这个马太安部落会议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部落 很像传统礼仪的宣告 都要经过部落会议通过 还有我们马太安的智慧创作 智慧权 授权条例 也都需要经过我们部落会议通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部落会议通过 部落会议发起人之一的张宏正 逐一解释每项条文后 在进行会议主席投票 最后选出第一任马太安部落会议主席 齐勞表示 期望族人团结一心共同为部落未来努力 马太安北也没办法 这是新年今年安好 那没有关系 第一个我们就准备要开会 这个部落一定会不一样 马泰安部落会议成立后 包括马泰安与离姓祭典用地取得 以及吉利坛后续交管管理规划 传统领域划设 部落老人招呼等 都还得赶紧透过部落会议决议 取得共识 来提升部落的经济产业等发展 原始新闻感召麻雅花莲光复 采访报导